人就是这样 你只要信心一来 你什么就都来了 所以随时随地一定要对自己保持信心 绝对不可以让自己set离开 绝对不可以 这样了解吗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算这一次练没成 下一次一定还要去 绝对不可以闪躲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师 我今天哪 有两个小故事要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这两个小故事的主轴是 你随时随地都要对自己保持着信心 随时随地 永远都要对自己保持着信心 第一个故事是 有一次我去力保练车 我本来预算预计要练两天 那第一天我去的时候啊 我一下场跑 我的秒数就没有很漂亮 大概就在57秒58秒这样子 很烂 因为当天最好大概就在54秒6左右 我是57秒58秒 你看那差距有多大 差距可能到两三秒去了 那在赛车里面一秒就已经差很多 更何况两三秒 那都可以直接开回家了 不用在路上跑了 笑死人 那那一天我就很努力的去push 很努力的去缩短时间 那我那一天我记得 我那一天跑到最好大概是在56秒尾巴吧 那离人家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 就是还是很差这样子 当天结束完以后 我就传line给我的祭司 就跟我祭司讲说 我那个刹车啊 我觉得那个行程太长啊 有点问题啊 我当天在push的时候啊 有两三次都开到赛道外面去了 那我怕会不会明天再跑 在练习的时候没有刹车 要不要我明天不要跑 我先讲这都借口 这真的都借口 那我的祭司也对我很好 他就讲说 当然安全第一 有安全考量的时候 以安全为优先 隔天 因为你去练两天嘛 你一定会住在那边嘛 隔天 我起来的时候 我就问我住我隔壁的车友 我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我要不要回去 接下来他跟我讲一个小故事 他讲一个台湾很有名赛车者的故事 叫做蔡承阳 台湾的赛车王子蔡承阳 他说蔡承阳有一次比赛 在预赛的时候 把车子撞坏掉 撞坏掉就是 方向盘这样本来是走直线 他撞到这样子 车子是走直线 所以代表他的方向盘歪掉 他底盘可能都已经跑掉了 那这样方向盘会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他如果要过这个弯的时候 会很好过 因为他的已经偏向这边了 很好过 但如果他要过这边的弯的时候 这方向盘会很重 会很难扯这样子 但是他车子连修都没修 之后直接比决赛 他最后还是拿到第一名 所以我就想说 对啊 那我们在那边怪东怪西 人家在比赛遇到这种情形 人家最后都还拿第一了 我们在那边车子是 只是刹车踏板 行程长一点而已 你应该去习惯啊 还在那边怪东怪西 后来我就想想 好啊 那我就继续去练 当天我就很努力的去 push 很努力的去问人家 当天就有很多车友 我就问他们说该怎么做啊 该怎么去缩短时间啊 哪里应该改善呢 结果后来我就越来越 渐入家境 我说嘛 我前一天在56秒尾巴嘛 我那一天到中午的时候 已经到55秒0左右 我也觉得 开得不错 越来越有信心了 当天离开的时候 我是到54秒29 54秒29 这个成绩应该也是当天最快 所以我想跟各位同学讲的是 如果 我第一天我就放弃 我就回家 我就去陪老婆 我陪小孩了 不继续练了 我会有这个成绩吗 不会 所以 我从这件事情 我就得到一个经验 我随时随地 都要对自己保持了信心 不要因为就是 欸没练好 就是欸信心不佳 然后就是怎样 然后就逃避 千万不可以这样 我也拿这个来勉励 就是 现在刚考完北模的同学 有同学现在刚考完北模 他就心情有点sade 表现不是这么好 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要记得 随时随地对自己保持的信心 你只要在练习 或是在继续维持 或是在继续努力 他一定可以过去的 千万不可以不要过去 我直接讲好 那两天啊 练习 练车的车友 如果他成绩是很差的 那两天脸真的都 很脸是很不好看的 因为谁喜欢自己成绩不好 大家都去练车 结果成绩还不好 那整个脸都是很sade 我第二天的时候 第一天我的脸也是很sade 第二天我开出成绩来 哇 谈笑风生 讲得有多开心 口莫横飞 你看人就是这样 你只要信心一来 你什么就都来了 这样懂吗 所以随时随地 要对自己保持的信心 绝对不可以让自己sade离开 绝对不可以 这样了解吗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算这一次练没成 下一次一定还要去 绝对不可以闪动 你一定会过去 那第二件我要分享的小故事是 我在力保之后 有一天我跑去西湖练车 因为我只能练一天 那因为我有力保那一次的经验 我就想说 我可能要两天才有办法习惯这个赛道 我应该要两天 所以第一天我应该跑不好 可是当下我马上就修正了我的观念 我就想说 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应该做得到 我努力去做应该可以的 不要先入为主 觉得自己第一天一定练不好 第二天才练得好 结果当天我一下场 我就全场最快 我自己也下到 我想说 怎么一下就全场最快 怎么成绩这么好 所以我说吧 随时随地对自己保持我的信心 你做得到的 你一定可以的 我拿这两件事情 跟各位同学勉励分享 好吗 要加油 大家要加油哦 好吗 一定过得去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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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